暴跌开始了 但请别慌 别慌 但是有些事实 丰哥要告诉你们 1500亿资金流出美股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还会在视频当中来讲一下 大盘 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来到了关键时刻 8月份流的坑 这一次可能要被补上了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分割带你 王庄美股 2024年9月3号盘中分析 首先来看一下美股三大指数 美股三大指数起起下跌 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现在是大跌2.37%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本来下方有一个跳空缺口 但是现在这个跳空缺口正在被回补 而这个跳空缺口就是8月份流的坑 而现在这个坑正在被填补上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纳斯达克指数 跌破了黄金风险61.8% 来到了17297点 还差一点点 我们可以看到下方这个跳空缺口 还差那么一点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道琼斯指数 道琼斯指数是下跌1.14% 这个下跌幅度还算好相对于纳斯达克指数来说还算好 只是回到了前期高点的一个下方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下跌幅度虽然说超过1% 但是整体下方的跳空缺口 离下方跳空缺口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那么整体我们可以看到它依然还是在一个区间震荡当中 我们再来看一下标普500指数下方的跳空缺口 这个坑依然还存在 那斯达克指数的这个坑几乎已经被填补 但是标普500指数的这个坑依然还存在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跌到了 接面线短曲线最后一条线的一个下方 但是依然还是比较强势 虽然现在大跌1.52% 但是没有出现就是破坏性的大跌 那斯达克指数是大跌2.36% 这个跌幅是非常恐怖了 我们再来看几个消息 Fontstar联合创始人Tom Lee预计 未来8周股市可能会出现波动 但他认为这将是投资者的买入机会 其实这个观点和我是类似的 我前面也说过 例预测标普500指数可能会下跌7%到10% 因为投资者正在进入传统上的最疲软的月份 自1950年以来 该指数在9月的平均跌幅为0.7% 在接受CNBC采访时 Lee表示 尽管今年股市大部分时间表现强劲 但接下来的美联储9月政策会议和美国大选 可能会引发市场紧张情绪 不过他也指出 这段时间可能会提供买入的机会 投资者应当保持谨慎 同时准备好粉底买入 Lee担心8月就月数据超出预期 从而抑制市场对9月降息的预期 目前市场预期美联储在9月降息 25个基点的可能性为67% Lee应在新冠疫情准确预测美股涨势 而获得华尔街神算子的称号 今年他也做出了包括 向小盘股在内的大胆预测 我们再来看一个消息 尽管市场对通胀风险的关注有所捡落 TS Lumba的警告称 现在忽视通胀风险还为时过早 该公司指出 全球货币政策放松和货币供应量增长加快 可能会导致当前低通胀迅速反弹 尤其是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 TS Lumba的预计 美联储将继续每次会议降息25个基点 而市场反应已经超前 当前美国和欧元区的年性通胀 仍是主要推动因素 TS Lumba的还指出 本轮通胀走势于上世纪70年代相似 尽管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此前通过加息应对通胀 但这也增加了未来通胀反弹的风险 TS Lumba的预测 联邦基金利率可能降至3.75% 但实现通胀回归2%的目标可能不切实际 市场尚未充分考虑就是更严重的通胀风险 而美联储不应忽视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隐患 那么此前峰哥我也有过相似的观点 就是美联储9月份有可能不降息 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摩根士丹利的观点 摩根士丹利表示 周五的非农就业报告将决定美国股市估值走向 若数据好于预期将提振投资者信心 推动股市估值上升 并带来落后板块赶超 策略师Michael Wilson警告称 若非农数据疲软失业率上升 可能会再次引发对经济增长的担忧 打击股市估值 在八月股市震荡后市场信号不一 尽管股市反弹接近历史高位 但债券日元和大宗商品 仍显示出对经济的疑虑 摩根士丹利建议就是关注抗跌股 如乌尔玛高路节科可乐 同时低配就是盈利预测交落的 非必须消费品类 我们再来看一下QQQ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QQQ已经回补下方的一个跳空缺口 现在是下跌2.03% 刚刚是有所回升 但是依然还是在环境风险61.8%的一个下方 依然还是在JM线长区线最后一条线的下方 那么整体出现了就是回补下方跳空缺口的一个走势 那么现在非常关键QQ能否就是回升到环境风险61.8%的一个上方 将非常关键 8月份留的坑现在已经补上 那么到底就是QQQ会怎么样的走呢 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 我们再来看一下SPY SPY现在是下跌1.36% 那么8月份留的坑依然还在 和标普500指数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下方的减门线短区线的最后条线依然支撑住了 SPY的一个跌势 所以大家不必惊慌 虽然就是美股出现了暴跌 可能暴跌才刚刚开始 但是大家别慌 整体美股的走势并没有出现大的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回调 虽然有可能暴跌刚刚开始 但是我们要相信美国经济急剧任性 这是我一贯的观点 而现在美股的大幅下跌 其实还没有到就是破坏性下跌的一个地步 所以大家要谨慎 现在你想去操作 那么一定要慎之又慎 可以说现在不操作可能是最好的操作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联储一回购工具RP 那么它的最新的余额 它的最新余额来到了4331亿 而此前的低点是在2866亿 差不多1500亿的资金流出每股 可以说短短两周时间 两周多的时间 三周左右的时间 1500亿的资金流出每股 这仅仅是美联储逆回购工具当中的一部分的资金 虽然1500亿资金对于美股来说不算多 但是也能反映出机构投资者的一个资金流向 而今天美股的大跌也说明了机构资金流出以后 美股误陷了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斯拉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现在是上涨0.48% 但是我们也看到 此前我也说过特斯拉可能会在一个区间内做区间震荡 今天也出现了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 特斯拉8月份的销量还是相当不错的 堆特斯拉 那么还是那句话 我们要给他更多的时间 特斯拉正在成长为一家AI公司 那么大家要关注就是下方的重要支撑位 环球蜂线50%的这样一条线205块一线 和下方的低点就是202块8毛4 我们再来看一下英伟达 是大跌7.21% 英伟达大幅下跌 可以说给了我们再次买路的机会 但是现在也别急着去买路 等他期望以后 我们再进路也来得及 英伟达大幅下跌 股价来到了110块8 那么一举跌破了重要支撑位 就是黄金风线61.8%的这样一条线 那么下方重要的支撑位是黄金风线50% 和黄金风线38.2%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下方的几个支撑位是非常关键了 而英伟达的大幅的一个上涨 可以说英伟达的获利盘真的非常多 而现在呢 出现一定的抛售以后 那么形成了踩踏式的一个抛售 那么正是有了这种踩踏式的抛售以后 才给了我们中长线投资者买路的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 他先前的就是高点是在不断走落的 那么这一次的低点呢 会不会就是跌穿前期的低点 差不多是在90块7呢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可能的 就是英伟达会跌破前期的一个低点 这是有可能的 不是没有可能 我们再来看一下英特尔 是大跌6.65% 前面视频我也讲到了 英特尔现在就是 依然还是在一个区间震荡当中 我前面也说过 想要去买路英特尔 要三思而后行 因为现在英特尔依然没有改变 它就是缺乏成长性 利润不断下滑的一个态势 虽然英特尔就是提出了 要剥离制造业务 但是现在的英特尔 依然缺乏成长性 盈利能力也在减弱 所以现在的英特尔可以说 来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 那么对于英特尔 我们要时刻关注 一旦它能够就是在市场当中 重新成长起来 重新振作起来 那么这只股票还是大有可为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沃尔玛 那么防御型的股票 大家还记得吗 沃尔玛现在是上涨0.51% 虽然上涨幅度并不大 前面我也讲到过沃尔玛 防御型的股票 在这个时候 每股大幅下跌的情况底下 那么它显示出了优势了 现在是上涨0.48% 那么 依然保持着 很好的一个上涨态势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点赞 谢谢